大家好,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小汤姆森第一册 第33页的《君浩响》 这首曲子开始 在小汤姆森第一册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了 就是在复习和巩固之前 我们学到的所有的音和节奏型 好,那我先弹一遍给你听,好吗? 那我在弹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注意两点 第一个,我是用哪里在挥动 你看看我的手,好不好 另一个呢,我的手指是用什么样的爪子在弹琴 好吗? 1,2,3,4 1,2,3,7 1,2,3,4 2,3,4,4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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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听到了吗? 有没有看见我的手用哪里挥动的? 哪里? 这是哪里啊? 这是什么地方? 是手腕吗? 不是。 不是,那是哪里啊? 胳膊。 胳膊,前臂。 前臂。 不是整个大胳膊,就是前臂。 对不对? 然后我用什么爪子? 老虎爪子。 老虎爪子,要有力度,站好。 好不好? 好,那这个曲子开始已经有点长了,是不是?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分一分? 分成几个句子? 嗯。 你觉得可以分吗? 嗯? 你觉得怎么分? 它有没有重复的地方? 对,你看啊,它其实可以分为上下两句。 对,和哪里重复呢? 嗯,有没有重复的地方? 对,你看啊,它其实可以分为上下两句。 第一句和第二句,它的前面半句是一模一样的。 第一句我们是到第八小节。 前半句是前面四小节,就是第一行。 第二句的上半句也是。 第二句的上半句也是。 对不对? 那第一句的后半句呢? 第二句的后半句呢? 它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嗖嗖这里,是不是? 对,你这样去想一想哦,把它分成,拆成小句子,那就没有那么长了,感觉。 是吧? 好的,那我们现在你来弹弹看哦。 位置先放好,对,然后想一想老虎爪子,前臂挥动。 好,自己数拍子。 慢一点,一二三,起。 唱。 四二三四,三二。 一二,竖起来。 三四,三二。 二二,竖起来。 第二句。 一二三四。 一二二三四。 一二三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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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拿下来。 好,这就是这首《君浩响》。 不是很难,那个曲子就是稍微有点长。 那么小朋友在练的时候呢,可以把它分段练,或者是分句练习。 就会相对来说容易很多了。 好,谢谢你的观看。 如果你喜欢,请点击点赞加订阅并转发。 谢谢,再见。 好,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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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谢谢。